馬英九今天到了中國去 到了中國第一站 到了深圳 到了去 看了騰訊 看了大江無人機 你看他今天這麼高興 這麼高興應該要講到 一個春風得意馬蹄級 可是沒有想到 到了騰訊以後 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狀況 當然馬化騰訊還是禮貌 我出來了 馬化騰訊那個臉傲嘟嘟 然後呢他還通知 所有的記者什麼 不要公開我跟馬英九的所有合照 對 這非常好笑 因為馬英九今天在淘寧機場 發表演說說他不是代表黨 他也不是代表總統府 因為他本身來講 已經卸下這個職位了 因為他沒有任何代表性的啦 對 他以個人身分的方式 結果去 結果你知道他在這個機場 要出去的時候 哇 那個揮手啊 那個非常激動啦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呢 因為他的歷史定位 已經定下來了 原來他可以馬熙二會 那馬熙二會為什麼呢 他為什麼那麼開心呢 因為其實去年的時候 記不記得他隊友去記組的時候 沒有人理他 沒人理他 對 他的行程也沒辦法到北京去 然後甚至他見的官員也是有限 連這個所謂的高階的官員 都見不到 今天不好意思 習近平需要你了 習近平就把你召喚到北京來了 是習近平叫他去的 是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 馬英九自己 自己覺得說好像很厲害哦 就是說對岸需要他什麼之類的 不好意思哦 今天從國大陸的網友也爆炸鍋了 他們認為說不歡迎你 不喜歡你 為什麼 而且所有的馬英九 要到對岸的訊息全部都封殺 更重要的是什麼事情呢 他今天到了這個騰訊的時候 馬化騰見他的時候 而且還私底下交代媒體說 不要把這個照片放出去 那為什麼會這麼小心 所以馬英九去那邊是 習近平有拿來做大外宣的 現在也準備找那個小老弟 日本啦 菲律賓啦 到美國來進行這個高峰會議 他要跟岸田圍一雄 也要跟小馬克是見面的 然後南海搞成這樣子 現在全世界都在圍中的情況之下 那這時候呢 剛好什麼 520又要就 賴清德要就職呢 賴清德會講什麼話 不知道 但是呢 至少把你 馬英九找去 告訴你說 我今天就是透過你馬英九 我在跟你見面的時候 對全世界糟告我的對台政策嘛 所以這個習近平最主要目的 就是在做表現 所以馬英九這次來講的話去 是被人家當作一個什麼東西 就是傀儡的概念 我對你講話 但是事實上是對全世界講話 而不是對馬英九講話 但是馬英九 他認為說自己已經達到 而且你講說馬英九 已經走上來就不歸路了 馬英九其實以前 他是得到美國信任了 可是在2015年 當時的馬錫慧之後 美國已經完全不相信他了 在美國完全不相信馬英九的狀況下 他只剩下中國這條路了 那時候2015年11月7號的時候 馬錫慧 結果馬英九是在四天前才告訴美國 那時候美國很興奮 為什麼興奮 他直接去問朱立倫 因為朱立倫是總統候選的 問他說 你為什麼你國民黨的 為什麼在搞這個東西 然後從來沒跟我講 朱立倫也不知道怎麼交代他 沒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啊 當然朱立倫後來選的 這個狀況不是很好 但對馬英九來講的話 他為什麼要隱瞞呢 他為什麼要對美國隱瞞呢 他不是已經是哈佛大學畢業了嗎 是美國也培養出來的 這個這樣一個政治人物嗎 為什麼他要欺騙美國 所以對美國來講的話 他就認為說 這個人不值得信任 接下來的話 馬英九所有的動作 還有所有的行為 在美國的眼中 當然就是已經是 過氣的一個政治人物了 政治觀點 獨家內幕 國際趨勢 財經焦點 重案解密 火線蒐集 全方位報內幕 話題不設限 我是張道合 週六週日 決戰關鍵 單眼來上線